组合CRSTAR 2017年宣布修团各自发展 今年年头四子再度重组并举行演唱会 最开心的当然是一般歌迷了 难怪他们接下来的演唱会 粉丝为了抢票花了不少钱 令他们也觉得不舍 这天他们现身一个活动 就现场唱歌祝幸为演唱会热身 早前CRSTAR为了新歌 专程上到山顶拍MV 有早拍到晚不停吹风 他们也说很难忘啊 去了大茂山 然后吹得半死 很厉害 因为那个风真的很大 我觉得我们真的为艺术牺牲了很多 这个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们为艺术牺牲 也希望我们是个身体健康 对因为我们不能病 我们病了之后有很多东西也做不了 其实所有团队都挺窝心 因为特别因为大风嘛 都准备了一些棚啊 或者是食物啊 那些食物是日吃的 然后都在那个山上都过了一段时间 算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然后我们有一起看流星 看流星 对啊 我们就是躺平在地上 然后看流星 我看到山客 就意外收获 日前纪念美姐梅艳芳的 之传电影举行首映 Sail Star或要上台 献唱美姐的金曲 他们表示非常荣幸 所以演出之前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功夫 其实蛮感动的 因为能够有一部电影是讲她一声 然后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就觉得 原来香港有一位这样的天后 我们也很值得去学习 然后她的精神也很值得就传下去 所以很荣幸就参加了首映的 可以担当唱她美艳芳的这些歌 然后我们在台上也唱得非常的投入 在网络上去翻看她的一些片段 然后去模仿她的一些动作等等 感谢观看